来 请把这个环圈图改成树状图 好 你看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亚洲呈现出来的数字 可是2021年 你看他这边 就是同样都是用数值的方式 来去呈现 然后这是第一名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原本的第二名 北美洲在减少 我的意思是说 整体来去看 北美洲是在第二名 整体来去看 第一名 第一名亚洲 第二名北美洲 第三名欧洲 对不对 那重点去看 2021年 第一名是亚洲 第二名是欧洲 第三名 这可能是因为我的图不够大 所呈现的一个视觉 我还是觉得欧洲好像稍微高了一点 可是其实这样看其实不太好 来教你们另外一招 我们用比例来去看树状图 好 首先 首先 首先请打开这张树状图 请打开这个值 请把值 值 有看到这个值 将值显示为总计百分比 好 你看 当我们今天看到整体 整体的时候 这是第一 好 亚洲 北美洲 欧洲 那我们来看 2021年 有看到吗 亚洲 北美 欧洲 好 2020年 这两个好像会颠倒了 2019 2018 17 16 20 15 有看到吗 这边是2014年 2014年 中东 中东 跟北美洲 中东 2014年 它是第二 中东我能够想到的应该就是买石油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那后来后来我们因为美国又有产石油 所以我们也可以跟美国买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吧 好